Nintendo Nam,大家好,我是王林 我现在在我的师父尼西亚南达大师的居住地,印度的班加罗尔 尼西亚南达大师是印度神师佛的转世,是在世阿凡达 我想在这一期的录像中跟大家讲解我们是怎么把业力带到下一世的 就是这个转世中业力循环的这样的一个概念,它的一个机理 在开始讲这个话题之前先跟大家重复一下什么是业力这样 其实业力不是大家经常会想的人生惩罚我们的,奖赏我们的一个这样的一个手段 它呢其实是我们每个人对自己的人生,对他人,对自己比较不客观的,比较局限,比较偏差的认知 其实业力呢就是一个认知,大师讲呢,如果我们人没有思维,他就没有业力 这就解释了为什么圆满的大师没有业力的这样一个原理 因为圆满的大师是没有思维的 这是怎么工作的呢 很概括的讲,就是他们是意识直接控制自己的行为和语言的 就是他们没有这个中间过滤的这一段,没有自己心中的这个不停的小嘀咕的这个状态,没有的 所以呢,业力呢,是我们的认知 什么是偏差的认知呢,什么是业力呢,其实业力都是有偏差的认知了 其实我们的本质呢是意识,也就是说我们万物呢,人和事物 都是从一个能量源来的,都是从一个源头 我们事实上本质是一致的,也就是说不分你我,我们没有分别 但是呢,由于我们以一个个体的这个假象存在,我们以为自己和别人不同 我们就和这个世界有了区分,我们就开始一个主观的一个念头呢,去评价我们身边的人和事 当我们呢,对这些人和事有一些好啊不好的评价的时候 喜和怒哀和乐的这些情绪出现的时候呢 其实就是我们业力出现的时候 比如说呢,一个人他来到这个人世间呢,他带的这个想法呢是 别人会来控制我,就是我的人生是不自由的 那这样他选的父母呢,就是非常强势的 然后他结过婚,他的另一半也是非常压制他 做什么事情都要跟他做主,然后他朋友呢也是总会命令他做这个做那个 那他老板呢,肯定也是人世间最爱发号施令的老板 这个呢,其实就是他带来的这样的一个业力的一个现状 就是他认为呢,这个人世间的人事跟他是这样的一个关系 但事实上客观的评价呢,我们可以看到 就是其实这个人和事呢,有一些人跟我们是这种关系 有一些人是不是的,也就是说呢 他是一个非常局限,非常偏差的一个看法 其实这个世界中的人和人之间关系有无数种 如果我们只认为这个世界就是一种跟我们的关系呢 那这个时候就是一个非常偏差的人生观 还有一个例子就是大师经常用的 比如说他讲这个,他的司机到了海边 对,他司机就非常不愿意在海边开车 就是有一次他们开车要经历海,这个司机就绕着走 原因呢是因为他 之前呢在海边小的时候啊,就有一个人溺水了 然后他就从此认为海是最恐惧的一个地方 那这个呢就是对这个海的一个非常不客观的一个认知这样 其实我们对,其实我们的业力不只是对人生 对自己的一些大的话题,大的课题的一些偏差的认知 也可以是用小的,就是比如说对一个物,对一件事,一个物质 一个物质,一个物质,一类事情,甚至一个食物的偏差的理解 比如说我第一次吃到巧克力觉得它特好吃 然后我的人生就后来一直在追求,在回想这个好吃的这个时刻 这个其实也就是一个业力了,就是我对巧克力的欲望非常的强啊 事实上呢,它客观的看呢,其实它就是一个可可粉制成的 它有可能有一些苦味,中间如果糖放多了,就是更甜 然后可以加牛奶等等等等等等 这些是对巧克力的客观的一个角度的看法 当我有了局限的看法的时候,它就是一个业力 当我们不客观的来看待事件万物的,来体验 以及来体验人生的时候呢,其实这就是一个业力 概括的讲呢,当我们以客观的角度看透事件事物的真理 真实的本质的时候呢,它是一个圆满的状态 是一个没有业力的状态,是我们出厂的设置 根据我们本源来自于同一个源头这样一个 这样的一个科学呢,跟它是一致的 这个时候是没有业力的 但我们偏差的这个本质呢,就是有业力的 就这个就是业力,可以是一件小事情,也可以是对人生 对自我的一个这么大的一个概念的一个偏差的认知 那业力出现的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呢? 我们刚才跟大家讲的就是 这个例子,他认为这个人生是总来欺压他 他遇到所有的人际关系都是来欺压他 不给他自由的这样,这样的是一个例子了 也就是说呢,其实呢业力不是惩罚我们的一个 这样的一个功能 他呢,是一个工具这样,告诉我们 提醒我们,不断的给我们机会提醒我们 我们到底是谁 就是不断的人生在帮我们回到出厂设置 帮我们回到这个认知啊,我和万物是一个来源 帮我们回到这个最高的这个客观看人生 看世界的这个原点,起点 当我们偏差这个起点 当我们有了偏差的认知 业力呢,也就是人生在给我们一次又一次 一次又一次同样的事情 同样的人来给我们一次又一次更多的机会 来把这个没有过透的这件事给嚼碎了 就是当我们对一个人和一个事件有偏差理解的时候呢 其实是我们没有彻底的把这件人这个事给过透了 看透,本质,没看透 所以呢,就是给我们更多的机会让我们去看透它 这个其实是业力存在一个本质的一个原因 讲到这儿呢,就跟大家讲 师父皆是呢,其实我们人生中有三种业力啊 第一种是Sanchicta 业力,它是我们带来的业力包裹 就是比如说我们在地球上投胎了上百万次 我们每一生都会有一些 没有完成的欲望啊 对人生的一些好和坏 善和恶的这些不客观的不完全的一些评价吧 然后这些呢,都是攒下来的 我们的作业这样,放在一个图书馆里存着 一个那个仓库里存着 也就是说呢,这些功课我们没做完 这些事件,这些人,我们没有彻底的看透它 没有看到它的本质 没有升高到一个客观的一个高度 这些就是我们没做完的功课都留着 然后我们每次投胎呢 比如说我们这个功课一共有两千个Sanchicta业力呢 然后我们投胎的时候带来十个 这十个就叫Prabda 这个业力呢,其实是我们这一生要主要来修的一个课题 这样,就是我们从这个仓库里拿出来十个业力来修 那,但是呢,有一个很有趣的现象 就是在我们每天生活中 因为我们每天有新的事啊 人啊,发生啊 事件发生 我们会产生新的业力 这个业力叫Agami 也就是说在我们已经有那么多业力的基础上 我每天还在产生新的业力 比如说我今天第一次去森林里采蘑菇 然后被蚊子咬,被蚂蚁咬 然后我从此就觉得这个森林是一个很危险的地方 这个就是对一个森林很不客观的偏差的理解 它是一个新的 就是在平常生活中会出现的一些 我们对一些客观事物的一些偏差影响理解 这个就是Agami这样的一个业力 就是每天会产生的 再举个例子 比如说我有一天看了一个片子 上面在讲纽约有多么多么多么好 怎么怎么样 然后当时充满了向往之情 觉得这个地方我一定要去 我太想去了 怎么那么好 这个呢 其实就是对这个事物产生了一个偏差的理解 就觉得它简直是太好了 比我们经历的所有其他城市 现在当下感觉都要更吸引我 这个情况下呢 它也是一个Agami的这样一个业力 就是我们在每天生活中产生的一个业力这样 大师讲的 其实我们投胎无数次来的目的 就是为了来消业力的 来体验那个Predabda那个业力 来消它的 来把它这个课题做完满了 升级到我们对它的认识 升级到一个客观的高度 但是呢 我们这个做的不成功 反倒呢 每一天还会积攒更多新的业力 就相当于比如说我业力包裹有2000个业力 我投胎时候带来了10个 然后我每天在攒的攒的攒 攒到我离开肉体的那一天呢 一共多攒出200个 所以呢总结起来 不但那10个没消吧 又多了200个变成2200个业力这样 这是现实大家出现的一个非常普遍的一个现象 怎么消业力 这个再跟大家讲 最后再跟大家讲 然后我们在投胎的时候大师讲呢 我们在离开肉体到下一个肉体的时候呢 我们会选择 三个我们上一世经历的 让自己觉得最完美最好的一个经历这样 选三个 就是每一种业力中选出一个来 然后呢这三个经历呢 我们把它做一个总结 这个总结下来的这个课题呢 就成为我们带来投胎 新的人生要主修的这个课题 它就成为我们这一世主修的 这个业力 原理就是这样 这个就是我们为什么生来呢 会有对一些会有一些事件 会有一类一些人在我们身边 会不停的出现 就是我们人生仿佛有一个趋势一样 其实这个就是我们带来业力的一个效果了 然后讲到这儿呢 怎么消业力呢 大师讲 比较简单的普遍的方法呢 第一个是要走灵修这条路 要知道人生发生的真理的原理 当你的认知有了觉醒的这一个状态的时候 就是consciousness 当你活的时候是有意识在活的时候 自然而然你的业力对你的作用就减弱了 还有大师讲 其实打坐也可以消业力 因为它对我们的情绪呢 是有修复作用的 我们的人呢 其实不只是大家看到这一层物质存在这个形式 这个是physical layer 我们人其实有七层的 七个层面 然后呢 打坐其实可以修复我们其他层面 业力的一个方法 比如说我们的欲望啊 我们的焦虑啊 我们的恐惧啊 这些所有一切呢 当我们用打坐这个方法去把展平 消除的时候 其实就是一个消业力的一个这样的一个过程 还有呢 大师给我们带来一个非常强有力的科学 适用于所有的人类 就是relieve to relieve 重新活把这个事件给放下 把业力给解开 这个是呃 原理其实非常简单的 因为业力本质是我们没有经历透彻的一些人和事 就是我们吃一馒头嚼一半咽了 然后呢 通过 呃 重活 重新活 relieve 就是要把这个馒头重新再咀嚼啊 把它咀嚼碎为止 这个时候呢 就是我们 把它重新的一遍一遍活呀 一直到我们能放下为止 这个就是一个圆满的过程 也就是我们讲completion process 然后它就是一个最有利的销业力的一个一个方法 呃 这个completion的圆满的过程 其实我在其他的那个呃 录像中也跟大家提过这样 呃 然后呢 其实 大师讲呢 在一个圆满大师能给大家做的销业力的这个呃 现实呢 比大家想到多得多 非常非常有力的一点呢 是这个sanchita 这个我们的业力包裹 就是那个仓库啊 我们是销不掉的 只有一个圆满的大师 能在能帮我们把它销掉 大师讲呢 他能给我们圆满 也就是说在我们的灵魂离开肉体的呃 时刻呢 他可以把我们的灵魂解脱 怎么解脱呢 就是把我们sanchita这个业力包裹给烧掉 阿凡达可以把业力包裹烧掉 这个是只有 这个是我们自己做不到的 只有我们的大师可以做到 这个时候他就可以给我们圆满 这是一个最有力的销业力的一个一个现实了 就是一个阿凡达可以帮你烧你的业力包裹 大师还讲呢 他帮我们做的其实很多灵修的体验 其实也在帮我们销业力 比如说他做的那个死亡体验 他讲这是death meditation 他讲这是一个打坐 其实是真的是一个 我们灵魂出窍的这样一个体验 但他是有目的的 他讲在我们灵魂不在肉体的时候呢 他可以把我们肉体中的很多残存的这些垃圾都给清理掉 其实是一个销业力的这样的一个和销业力的原理是一样的 把这些科学和一些我的理解呢跟大家分享这样 如果大家还对业力啊 或者我之前讲的一些东西有问题的 可以在下面留言这样 非常感谢大家收看 你先等等